我把它分資料夾 就是多按鈕設計這邊 裡面的話就是我們今天就是第三章的部分 那相關畫面我把它擺在這邊 就是一個多按鈕 然後再 這也是多按鈕 簡單的 這個是完成畫面 另外就是 印離轉 印離轉公里的 當然你也可以找別的範例 我想你們Java裡面應該有很多 很多轉換的啦 什麼公分轉英寸 或者什麼什麼轉一堆嘛對不對 你也可以拿這個來練習 那另外就是說今天還有第四章的部分 是講到這個 就是說 也是多按鈕 不過裡面的話呢 會多出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點下去 清楚部分前面一樣的 那只是說多一個ADTEST 那另外一個判斷是否正確 還有一個結束 那結束裡面的 判斷的部分有用那個TOS的TOS出來 另外一個 結束的部分有個RN DIALOG 那RN DIALOG裡面包含就是說 怎麼樣 很輕易的做出RN DIALOG的這個效果 因為這個RN DIALOG其實非常重要 但是對一般來說 其實還是有點難 但是 有些訣竅嘛 我講過你剛開始可以見一個NOO 然後呢利用什麼呢 利用這個 你可以利用這個什麼呢 用說明檔裡面就有一些答案出來 你也不用背 然後不用死背 那相關的畫面呢 其實在我的雲端上都有 這個是初期的 Finish 然後這個 裡面的話 可以照這個步驟 逐一的 比如說 這個顯示出來上面的東西 總共有四個加一個SHOW 那這個是 一般性的宣告 宣告為一個 A 物件 然後去存取 那再來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匿名物件 匿名物件的做法 其實後面我有講 這邊也有畫面 我把它拍照下來 在 匿名物件的做法 我好像也把它放在這上面 應該在這裡 OK 匿名物件的做法的話 基本上就這個 就是將來 我們可以把那個 就是 這個 NOO的方式 這個地方 可以參考一下 那最後的話 基本上今天做的東西 基本上都在這裡 再來就是說 最後我們會希望各位 可以把今天的練習 自己再更改一下 不要 不要長得都跟我一樣 反正你自己 換個圖也好 今天不是說按鈕的效果 像剛剛同學 馬上就是自己去 下載個圖 或者是你下載兩個 兩個圖 然後採兩個也可以 按下去只要換一張圖就好了 或者是 你也可以換個動物也可以 比如說 那些動物圖按下去 或者是什麼 拆拆看 按下 或者之前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學過Java範例裡面有沒有什麼可以 的小遊戲之類的 也可以把它換一個圖之類的 像比如說 記憶性的 按下去 它會先 翻開給你看 全部看到12張 然後馬上蓋下來 然後 一定是一對的 那你要馬上可以把那些拆出來 像這樣小遊戲的話 很好殺時間 對不對 那也可以試試看 越來越快越快 這個部分怎麼做 我想如果你Java 有 學到某個程度 應該不是算很困難的 或者是你可能 不太知道怎麼做 網路上有一些參考 來改 稍微 修改一下 像之前有同學 所以就是做什麼 拆那個什麼 1A 2B 3A 就是就是那種有沒有 就是四個數字嘛 對不對 然後讓它拆 那你這當然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最後 當然 我會希望各位最後還是要怎麼樣 可以讓 放在APK APK當然有幾種 散播的方式啦 就是第一個 如果你還沒有建Google Play帳號的話 你反正就放在雲端硬碟上面建一個QR Code 你也可以先裝在手機裡面看看 好那我這邊是上面幾個是我自己今天做的啦 那至於其他如果你們自己有做一些變化 也請都會 放在你的手機 啊其實當然 不外乎將來 也可以秀一下 如果是自己做的話 那 還有就是說 將來如果說你們要有作品的話 其實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給人家去setup 比如說你可以 放幾個QR Code上去啦 讓人家可以直接拍照就好了 像這個QR Code 如果拍照的話 就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 也可以直接裝在手機裡面 那馬上可以看到 效果出來 你今天做的 會比較有FU啦 不然的話你做半天 還只是在模擬器上面 感覺 好像 還是有點遙遠 所以盡量可以 多做一些變化 你會覺得很有趣很有成就感 OK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今天的部分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基本上我們會繼續在 看那個後面的幾個範例 包含就是今天第第四章部分 那我後面 有時間可以看一下那個第五章的 這邊的話就牽涉到比如單選題 單選題 單選的部分就是像 幾個比如說像什麼Radio Button Radio Group 你一定要有個Radio Group 才能夠單選 不然的話會變多選 另外就 Checkbox 或者是說 Spinner Spinner 其實就是那個下拉選單 或者是說多選 甚至有個List View 不過List View是在下一個章節 那這些元件做法上 其實 都跟前面類似 一定是個事件驅動 有沒有 當我點下去的話 會有什麼效果出來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們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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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